最近的新聞真的很無聊 川普又被起訴了 今天就好好的來討論一下 川普這個第四個訴訟案 跟其他的訴訟案有什麼差別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是 男人的自殺率每年都在增加 每年都在創新高 美國將近5萬人自殺的裡面呢 有80%是男人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我們要怎麼解決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覺得很無奈 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在這個彎曲背逆的時代 保守派的聲音不斷的被打壓 包括我們也是上上個星期 AI News被YouTube封鎖了一個禮拜 因為我們違反了YouTube的社群安全 所以為了避免同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在Rumble以及Odyssey都有備份 我們的節目就算被YouTube封鎖 我們的事工還是會繼續 繼續的傳達聖經的價值觀 沒錯 在這個時代裡面 使人剛強的訊息 叫人做藝人的聲音會被封鎖 所以你很難開口 沒關係 請你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讓AI News可以當無奈的基督圖的發聲筒 就像我的牧師說到宣教一樣 你可能沒辦法去宣教 但是你的錢可以去宣教 你可能沒有時間看這麼多新聞 但是你可以來支持我們 一起來翻轉這個時代 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這個影片 分享 拜託你分享 OK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讓我們一點一滴的翻轉這個時代 從自己家庭開始建立基礎價值觀 在我們的社會裡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阿 大新聞啊 OK 川普又被起訴啦 每個月都有一次一模一樣的大新聞 但是這次不同了 這次不一樣了 這個說法是我們從2016就一直聽到現在的說法 OK 川普完蛋啦 川普死定啦 The walls are closing in 那這次的訴訟案有什麼不同呢 這次訴訟案不是什麼紐約那個什麼 AV女優的封口費 也不是華盛頓DC的什麼川普刺激的暴動 要推翻美國 也不是佛州的 在家裡面留著白宮的紀念品的這個機密文件檔案 這是喬治亞洲起訴 而且 逮捕川普總統 以及現在的這個敵對黨的罪名是 發了一個新聞頻道的報導的推特 OK 我沒有在開玩笑 上面說這個訴訟案指向了202012月3號川普的推特 The Real Donald Trump發出了推文 上面寫著 喬治亞洲的聽證會現在正在 OANN 不是 One American News Network 上面播出 太棒了 Amazing 後面這一句就是這個形容 OK 這是一個 Overt Act in furtherance of the conspiracy 公然助長陰謀的行為 對 沒有錯 如果你在網路上發推文 政府可以把你關進監獄 當然不只是發推文而已 這個訴訟案還包括 問一個人跟他要當地官員的電話 這是另外一個罪名 OK 這是關於這個 當時白宮的辦公廳的主任 Mark Meadow的 再說一次 這些是直接翻譯起訴書上面的罪名 上面寫著 在2020年11月21號 Mark Randall Meadow發了一個短信 給了賓州的眾議員 Scott Perry 內容是 你可以給我賓州州議會的發言人 以及賓州立法院的主席的電話嗎 美國總統想要跟他聊一聊 然後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 Overt Act in furtherance of the conspiracy 公然助長陰謀的行為 當然我是把這些比較滑稽的內容弄出來 不過這個是他們起訴書上面寫的罪名 或者是川普還包括他一堆共和黨的人 他身邊這些共和黨的人 說這些人一起陰謀叛變 來推翻我們的神聖的民主 但是同樣如果這個是公然助長陰謀行為的話 那民主黨現在應該一堆人被關在監獄裡面才對 OK Al Gore他在2000年的整個競選團隊 C.Larray這個2016的競選整個團隊 如果發推文跟要電話算是公然助長陰謀行為的話 這表示民主黨不只犯了很多很多次 而且同樣喬治亞洲的Stacy Abram 5年前才做過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知道的是Stacy Abram到現在都沒有承認那場選舉的敗選 這些冠上去的罪名是虛無而且沒有任何意義的 在一個法治的國家裡面 在一個有常識的社會裡面 我們會嘲笑他們的行為 嘲笑這些樣的訴訟案 但是這個訴訟案只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法治跟秩序的社會已經消失了 我們已經不在一個法治的國家了 我們現在處於一個極端的極權主義的政權下面 如果民主黨成功的定罪川普 川普將會是第一個被不公平定罪的人 而且他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 藏到這個政府強大的權力的人 目前這些罪名累積下來的 刑期有多長呢 目前的計算是727年又半年的有期徒刑 727年 OK 這次在喬治亞州的訴訟案比較不同的是 這一次是個地方訴訟案不是聯邦訴訟案 也就是說川普就算當選總統的話 他也不能豁免自己 因為聯邦的官員如果犯了州的法律的話 還是要負州的法律責任 這個是什麼意思 沒有人知道 因為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所以沒人知道到底是怎樣 值得一提的就是這個訴訟案是啟動了 RECO Act RICO 有犯罪組織控制法 這是美國當時立法人員用來對付意大利黑手黨的法案 之前針對的是紐約的五大黑手黨家族 這一次的對象呢 是誰 就是前白宮的執行長 David Sheffer 前喬治亞州共和黨的執行長 Rudy Giuliani 前紐約市的市長 同時也是川普的律師 同時他就是使用RECO Act來消滅紐約的黑手黨勢力的人 還有一堆川普當時的律師 Sean Steele 喬治亞州的參議員 John Eastman 律師 Sydney Powell 鮑威爾律師 就是那個大海怪那個 Jenna Ellis 就是當時的這個川普的正妹律師 Bob Chanley Ray Smith The Third 這就是一堆人啦 整個喬治亞州還有地方選區 地方整個共和黨 只要跟川普扯上關係的就被起訴 裡面還包括伊利諾伊州的牧師 對不對 當然啦 這個民主黨起訴共和黨的 一定要起訴牧師才可以嘛對不對 這個年代怎麼可以不起訴牧師呢 所有的訊息都告訴我們 都證明了我前幾集在講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目的不是川普 起訴這麼多人不只是為了要針對川普而已 沒有錯川普是吸引被雷劈的大樹 OK?川普是改變了整個共和黨的生態環境的人 川普是威脅整個自由派掌權的力量 諷刺的是川普會是這個遭左派雷劈的大樹 是因為他這一輩子一直以來都是被自由派愛戴的 OK?電影找他去拍 饒舌歌手用他的名字去寫歌 在好萊塢在紐約都是一個被人歡慶的一個人 然後突然有一天他宣布他是共和黨 他宣布參選 然後他就變成一個千古罪人 全民公敵 民主的毀滅者 白人至上的種族歧視 他川普是帶著整個保守派運動的人 就算你是個共和黨人 OK?但是你討厭川普 你恨川普 但是這些自由派的人還是會把你的人生毀掉 現在發生的事情是美國存在與否的一個轉捩點 我們不太可能再回去原本的和平了 民主黨現在已經宣告了 反對的政治力量是違法的 就算是總統 就算是前總統 總統參選人也不可以存在 在美國所謂的這個政治迫害 並不是第一次美國歷史上也有政治迫害 也有什麼選票詐欺 也有什麼迫害一整個政黨的案例 但是我們從來就沒有把總統關監獄 從來就沒有把反對黨的領袖關監獄 就連在美國內戰的時候 Jefferson Davis 一個真正的叛國的領袖 也只關了兩年就釋放出來了 而且說我們都是美國人 而且這個訴訟案 把川普身邊的人全部一起起訴 最主要的是他的律師 他身邊有法律顧問 是美國憲法保障的 再爛的人 暗殺林肯的人 暗殺甘乃迪的人 都有法律顧問 都有律師 律師是被保護的 但是現在我們的政府是在說 我們不在乎法律 我們不在乎憲法 我們不在乎人權 只要是反對我們的 就是陰謀 就是陰謀集團 是不可以有法律保護的 就是要定罪 我很難想像 我們還可以維持這一個國家 然後 如果你覺得你是個不同的保守派 你跟川普不一樣 你討厭川普 川普被起訴 進監獄最好 OK 這樣子國家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這次這個名單告訴你 沒有用 Jana Ellis 就是之前這個律師 川普的律師 現在是Ron DeSantis的團隊 他在幫Ron DeSantis競選 不是在說什麼他背叛川普 而是什麼的 而是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本來是川普的律師 然後現在跑去別的團隊上班 但是這個訴訟案告訴我們 就是他們根本不在乎 他們的目的是要掃清所有的陣靈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支持川普的 你如果不認同他們一黨獨大 你就會被消滅 現在的共和黨 可以集結團結起來反擊 或者是變得更分裂 然後各自被擊破 最後全部在監獄裡面見面 然後我個人認為 美國回不去了 起訴律師把法律顧問 當成陰謀集團 是一個分裂點 他們不容許我們的存在 我們也不想跟他們在同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 要不然就是分裂 要不然就是革命 這個是我的預估 或許神可以改變這一切 But I don't know Who am I to say anything 但是可以確認的就是 不管怎麼樣 他們要攻擊的就是所有的人 我只是知道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走向 很多人說這個是從1960年代開始的 平權法案就開始了 但是其實天下沒有新鮮事 所有的帝國都是這個樣子終結的 我不知道美國的未來會怎樣 但是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這個是我們唯一希望可以承諾的勇氣 好了討論完美國的鬧劇之後呢 我們來討論一些重要的議題吧 這個是一個沒有人會在意的數字 美國的自殺率去年創了新高 根據統計49500人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多人自殺的一年 那如果你認為說這個是個問題的話 這個是個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應該會有想要更了解 這個統計數字的內容 是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種族 什麼樣的性別 什麼樣的職業 然後什麼年齡 把這些數據全部一字排開 試圖來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是沒有人會在乎別人自殺 所以這些數據都沒有出來 然後我們就有最類的報導 白字 Good Morning America I'm with America's favorite doctor, Dr. Zian and she's looking at a pretty alarming statistic U.S. suicides hit an all-time high last year You guys, just under 50,000 Americans died by suicide last year That is thought to be the highest rate since the dawn of World War II And, you know, you guys know that I lost my ex-husband to suicide in 2017 He was a physician There are certain groups at higher risk than others 所以這位先生自殺的醫生說自殺都是什麼 退伍軍人、醫療人員還有LGBTQ的年輕人 最常自殺 事實上就是他們永遠都會這麼講 他們永遠都是這個樣子片面的東西 很正常 我們社會常常忽略一個最常自殺的族群 而且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族群 就是男人 一直以來男人跟女人的自殺比例都是75%到80% 對上25%到20%左右 住偏遠的人口很稀少的地方 男人的自殺率就越高 然後他們的很多工作是做礦工、伐木工、挖石油 這樣子工作的男人的自殺率也比較高 這類的工作裡面 每1000人就有45個人會自殺 然後第二高的是建造業 那為什麼Good Morning America會講到LGBTQ年輕人 還有醫療人員 然後但是卻忽略了這麼容易看出來比例的 將近80%的自殺的人數都是男人 特別是藍領階級的男人 因為這個世界不在乎男人 這個就是事實 我們的社會在乎的是變性人 同性戀 還有白領的醫療人員 普通的男人 存在幹嘛 最好全部死光就好啦 這個世界在乎的是女人 他們會告訴你 實際上自殺率為什麼會這麼高 是因為 槍支管理不夠完善啊 對根據Router的報導 OK第二段就這樣寫 為什麼自殺率這麼高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槍支太氾濫了 只能說如果說你要解決自殺問題的話 你只要把所有的權利交給民主黨就行啦 這個說法很愚蠢 因為第一個違反了我們的憲法第二修正案 第二個就是廢除槍支只是讓那些想自殺的人 少一個自殺的方式而已 日本進槍自殺的也都是男人 台灣進槍自殺的也都是男人 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不管有沒有槍支 自殺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男人 禁止槍支沒有辦法解決 男人想要自殺的念頭 只是女人自殺的時候比較容易上新聞而已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習俗 每個國家都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你住的地方的這個男人跟女人這個自殺比例 你會發現沒有一個國家或是媒體會報導說 男人自殺率很高 所以說我們要來幫助男人 你如果找到男人自殺的東西的話 你都是找到會是什麼什麼 因為性別性相不被認同而自殺 因為種族歧視所以選擇自殺之類的 例如像這個樣子的報告 Boss' death comes on the heels of new CDC data showing suicide rates have risen for black and Hispanic men between 2000 and 2020 ABC's medical contributor Dr. Darian Sutton joins me live now to talk more about this and we should note that this topic can be triggering Sometimes we just have to have some tough conversations to bring to light issues plaguing our communities This morning we're talking about suicide and black men New research shows an alarming number of young black men are dying by suicide and the numbers are growing Health experts from across the state have gathered in Columbus to address suicide awareness in the black community NBC4's Jonathan Jackson met with those experts to discuss what is leading to the growing rate of suicide 所以好像是只有黑人的自殺率比較高的感覺嗎 是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黑人真的都被我們種族歧視逼的自殺了嗎 這個是2021年依照這個種族自殺的人口 總自殺人口48000人 白人佔36000人 黑人3600 西語一人4900 亞洲人1300 各式各樣的數字 2022年的數字也差不多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如果以人口比例來講的話 白人自殺的比例是比黑人高兩倍之多 OK 男人自殺的方式有千百種 男人跳樓的比較多 OK 開車吊山谷的也比較多 拿槍打頭的 或者是刻意吸毒過量的 都比女人高出非常多 這個世界對男人是非常殘酷的 男人比較容易坐姦犯科 男人比較容易被退學 男人比較容易失去工作 男人比較容易流落大街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是因為什麼全球主義的女權計畫嗎 是什麼 me too movement嗎 事實上就是沒有人在乎 如果也沒有人在研究 如果你想要知道什麼 什麼東西能解釋男人自殺率會這麼高的話 你可能要上youtube上面找一些自媒體 例如像接下來這個人 他會講到什麼社交媒體啊 約炮神器啊 經濟蕭條 還有這個是他的結論 我們來看一下 A lot of men's value comes from the money they make unfortunately men are natural providers and if they have nobody to provide for they get into Findom or send random girls on the internet money I'm just kidding but the fact is a lot of men simply feel like they don't have a purpose anymore whether a job or a career that's fulfilling and pays well or a woman or family to protect and take care of and provide for men are lacking purpose and a man will crawl through a broken glass for a purpose 沒錯他說了很多很多重要的觀點 而這個影片在一個星期內就破了140萬的點閱率 所以說我們知道其實是很多人關心這個東西 很多男人是在網路上尋找為什麼他的心情會這麼差 然後會想要自殺這個感覺的 但是我們的社會不會在乎 我們的媒體不在乎 根本就不可能承認男人自殺這個議題是存在的 這個Youtuber說的其實是很重要 男人為什麼會憂鬱 男人為什麼會躁鬱 現在男人為什麼這麼沒自信 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重要的就是解決方案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解決一個社會裡面 男人大量的選擇自殺 而且每年越來越多 我們可以上網找很多的文章 然後寫的內容都是大同小異 而且Surprise 幾乎全部都是女人寫的 而他們的解決方案 基本上都不可能有用 而且會讓男人變得更容易自殺 甚至可以說是這是一開始男人會選擇自殺的主要原因 這篇來自華盛頓郵報 OK Washington Post的報導 標題是 男人的族群正在接納更寬廣的美國男子氣概的概念 這篇報導 如果你是一個男人的話 你讀了之後你會認為說 這是一個搞笑的文章 OK 非常好笑 我非常建議各位去讀一下 如果你是女人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文章實在講得太好了 男人如果都這個樣子的話 男人就不會自卑 就不會有這些心理問題 就不會想要自殺 你們講得非常詳細 為什麼男人會孤獨 為什麼會孤單 為什麼男人會覺得無助 為什麼男人會喪失自信 我幫大家來總結一下 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 他們認為男人應該要花更多的時間躺在地上 OK 冥想文藝文那種什麼瑜伽那種東西 那種香 OK 然後在這邊打坐做瑜伽 然後找一個人叫做 如花Williamson 呼吸練習大師在你耳邊說 記住你這個聲音 我請你邀請這個想法在你的腦中 你要如何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要如何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OK 那 這不是男人的長筋班 或什麼運動俱樂部 打槍俱樂部 那種 就是一般男生會有興趣參加的團體 這些東西也是什麼 New Age新世紀的那種 抱抱輕輕 然後探索男人如何找到自己 比較像女人的那一面的那種團體 簡單的說就是 男人要怎麼在這個世界裡面 OK 當一個定爭式的感覺 根據這個報導 這個活動的後期 這些男人開始 哭泣 擁抱 開始尖叫 然後雙手環抱自己 然後讓自己的情緒 自由的釋放 Flo with the emotion 因為他們在黑暗中解放了自己 之後這篇文章開始說了一些專家的看法 就是那種男人都很孤獨 男人都很無助 因為荼毒這個世界的男子氣概 讓我們男人不敢把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 太過於保守太過於固執 不知道如何去表達 這些專家叫這個情形叫做 Cowboy Mentality 牛仔心態 就是促成所有男人問題的主要原因 然後這個發現男人主要原因的 OK指出來這個傷害男人這個 Cowboy Mentality的專家 是一個叫做 Niobe Wade的女人 他發現了 OK這個男人的缺陷之後 馬上就找到了這個缺陷的受害者 各位猜猜看 這些受害者是誰 沒錯 就是女人 他說這些 Cowboy Mentality的情況下 最重要的結果就是 女人變成了他們丈夫的心理治療師 而女人真的是受不了了 各位聽了沒有錯 為什麼女人會過得這麼慘 就是要當他們這個丈夫的垃圾桶 都是因為 男人不能活得跟女人一樣 一樣的自由 一樣的解放自我 一方面他是在說 男人應該要解放自己 開放自己的思想 一方面男人又不能太解放自己 因為他們講東西太多的話 他們的太太會受不了 會變成太太的心理壓力 然後這篇文章說 如果一個男人展現太多的情緒 或是需要太多的連結 就會變得太噁心 太開心 我們就會跟那個男孩說 幹嘛 娘娘腔啊 你女人啊 你雞樓啊 你是個男人耶 OK 你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來壓制 Dominant你身邊的人 不然你就會在這個社會上 失去社會地位 這個樣子就會讓更多的人 踩在你的頭上 然後你的人生就會被壓制 然後他們說這個是我們發現 男人的這個系統裡面最主要的出問題的原因 男人不斷的跟彼此鬥爭 這導致他們變得很憂鬱很躁鬱 相信這個說法大家都聽過吧對不對 就是男人太愛競爭 什麼都想要比賽 什麼都想要爭個高下 什麼都要比來比去的 導致男人會氣餒 會難過會失望會緊張 我媽就讀過類似的東西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你會聽到什麼 比賽不重要 最主要是玩得開心就好 然後每個比賽都不管你得幾名都沒關係 都會有一個參加獎 那大家如果看到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說這些都是真的 如果男人就是因為競爭 衝動 男子氣概 還有比賽 所以說會憂鬱的話 那為什麼男人的憂鬱會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有憂鬱症的男人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自殺的男人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在這個cowboy mentality 越來越少的情況下 男人會變得越來越孤獨 越來越絕望 每一個人都知道男人越來越糟糕 自殺率越來越高 剛剛我們看到這些數字都看到了 為什麼在我們這個時代 男人被叫娘娘腔 說這是一個鼓勵 被叫gay 代表的是勇氣做自己的這個情況下 男人的心智會每況愈下 事實上就是 以前50年前吧 OK 這個社會會說 父權社會 大男人主義 男兒有淚不清談 這樣子的說法 在以前的比例 是高出非常非常多的 OK 以前如果一個男人不強壯 不勇敢 跟女人一樣情緒化的話 他就是找不到老婆 他的基因會終結 他全家會死掉 他也會死掉 這個新世界這些男人應該要很情緒化 應該要很柔軟 應該要很女性化 是一個非常現代 而且一個生活方式 然後奇怪的是 也只有在現在這個時代的男人 才會失去所謂男人的尊嚴 男人的地位 男人的方向 男人的目標 講到這個文章裡面提到 就是這個牛仔心態 為什麼真正的牛仔 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如果牛仔心態 是造成男人絕望跟自殺的話 那我們應該在19世紀末期的時候 應該有一堆絕望的牛仔 很絕望的自殺不是嗎 但是我們找到數據 證據卻不是這個樣子 這個文章的重點跟總結 可以在他最後一段上面講到 上面寫的是 美國男人孤單的情況 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巨大的文化信仰 專家說就是因為男人認為 男人需要自給自足 隱藏他的情緒 要特別避免別的男人知道他的弱點 他的軟弱的地方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我們常常看到 我從小看電視的時候 就常看什麼 電視上那些兩性專家 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女的 這個樣子說 我們可以想想看 現在的男人 跟50年前的男人比起來 是比較隱藏情緒嗎 是比較自己自足嗎 是比較不展現自己軟弱的地方嗎 如果不是的話 OK 答案就是不是 OK 如果說你不知道的話 那為什麼自殺率會比50年前高出來這麼多 如果這些專家 教授兩性達人 這麼了解男人 而且已經透過50年的時間來改變男人的話 為什麼現在的男人選擇自殺的會這麼多 這個數據可以告訴我們 這些專家 這些教授 全部都是錯的 他們說的男人的憂鬱症 跟男人的個性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 當一個社會失去了男人傳統的男子氣概的時候 自殺率就會變得越來越高 憂鬱症就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但是這些專家 有一點是正確的 就是 男人需要朋友圈 男人需要所謂的self-help group 男人需要fellowship 需要團契 而且現在的男人 沒有這個樣子的團體活動 無庸置疑的 這個是最主要的問題之一 但是就算他們知道這一點 他們解決的方式 跟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也是錯的 他們解決的方式就是 讓男人 有女人一樣的團體活動 有女人那個樣子的社團 他們要男人聚在一起 討論最近的心情 然後一起做瑜伽 聽親音樂 然後抱著彼此 哭泣 然後素素 我在這裡可以保證 這不是男人需要的社團 這也不是男人想要的社團 我們沒辦法期待這些 主流媒體的專家教授 來了解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專家教授 基本上全部都是女的 但是我可以保證的是 所有男人都可以作證 男人喜歡參加的活動 社團活動 不是什麼瑜伽活動 不是以說話聊天為主的這個活動 男人喜歡看球賽 釣魚 打高爾夫球 打籃球 打槍 之類的 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去打靶 去打槍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他也就問我說 欸 那你們今天聊了什麼 然後我的回答幾乎永遠都是 不知道欸 呃 沒什麼 你們什麼都沒聊 有啊 我們就討論你們這些槍啊 對不對 還有現在美國有些政治啊 然後槍枝管理很糟糕啊 還有教會吧 啊 你沒有問他最近過得怎麼樣 他跟他老婆相處的如何啊 答案就是 我們真的什麼都沒聊 然後我太太就會 一臉困惑 OK 我如果去一個活動回來 Felicia也會問 然後回答也會讓她很困惑 因為男人就不是這個樣子的生物 男人跟女人有根本上的不同 男人跟男人的友誼是女人完全不能了解的 就跟男人完全沒辦法了解女人跟女人的友誼一樣 為什麼你這麼討厭他 然後卻還要跟他約吃飯之類的東西 男人跟女人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就不能用女人運作的方式來幫助男人 那建立男人跟男人之間的友誼 男人跟男人之間的Fellowship 最大的阻礙就是 絕大多數男人的活動都已經消失了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紳士俱樂部 OK 男人穿著西裝打著領帶 西裝筆挺的抽著雪茄 然後討論國家大事 現在你如果上網去查 Gentlemen's Club 紳士俱樂部 全部都是脫衣舞廳 現在也沒有什麼保齡球俱樂部 Bowling Club 然後什麼保齡球比賽之類的東西 桌球比賽 絕大多數男人的活動跟空間 全部都消失了 不然就是被女性化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 每一個球隊 每一個不管是棒球 美式足球 足球什麼東西 每一個球隊都要搞什麼 一天全部穿粉紅色什麼 為什麼國際乳癌紀念日之類的東西 或者是要搞什麼LGBTQ的活動 要在乎女性 現在男人被限制成 只能向女人互動的方式互動 或是跟女人互動 要不然就是完全不要有任何互動 抽雪茄、品酒、打獵 這些都被這個時代看成是 不文明的 傷害健康的危險的活動 為了這個平權、平等的緣故 社會上所有的社群活動 全部都要包含女人在裡面 那很多男人 很自然的就會離開了 因為當一個社團 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對男人來說不好玩也沒有意義 之前在歐洲很盛行 在中國古代也很盛行這些 紳士俱樂部 或是只有男人才可以去的地方 現在幾乎完全消失了 那種才德的婦人在家裡 然後男人在城門口跟眾長老會談的這個機會 也完全消失了 女人還有女權佔領了所有男人 跟男人建立友誼的地方 然後轉身來問說 為什麼男人都沒有男人的fellowship 或許是因為 男人在這個社會當中 沒有社交的空間 或許是因為 社會不允許男人有男人的生活模式 或許是因為女權主義 把這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指向了女人 必須在乎女人 這個就是最無奈的方向 我們的時代在告訴男人說 唯一在這個時代生存的模式 就是活得跟一個女人一樣 然後女人的專家寫了一篇文章 在討論什麼男人自殺率為什麼這麼高 男人憂鬱症為什麼會這麼高 現在的情況 根本就不是什麼父權社會 父權主義 所以我很不懂為什麼要仇恨父權主義 因為我們很明顯就是活在一個母系社會當中 我們所有的機構公司 要不然就是女人在運作 或是很女性化的男人不願意接受 男人跟女人是有根本上的朋友 而且有不同的需求跟慾望 所以在這個世代最大的問題 不是男人失去了男子氣概 而是男子氣概這個思想被閹割被抹煞 被社會模糊了好久 導致現在的男人沒有目標 沒有方向 活著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們保守派在強調男子氣概 現在不是太傳統 OK 而是完全相反是太不傳統了 而且解決的方案 絕對不是讓一堆男人 圍在那邊圍一圈 討論我們最近心情過得怎麼樣 而是男人需要少一點這個樣子 談論心情去怎樣 然後回去做一個真正的男人 如果男人可以活在一個尊重 而且包容男子氣概的社會的話 我敢保證現在男人的憂鬱症 躁鬱症 絕望就會大大的減少 這個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 那我講了這麼多 來討論男人的憂鬱症 躁鬱症 絕望 是為了什麼 我自從開始做AI News之後 我接觸了很多教會 英文的教會 中文的教會 韓國人的教會 通常都有一個通病 就是女生很多 男生很少 女生找不到對象 男生懶得在教會服飾 男生在教會裡面都非常的消極不積極 我們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 我不講其他教會 我就講我自己的教會 我教會的Men's Group 真的就是兩個 最愛談心 最愛聊天 最愛抱抱的兩個大男人主持的 然後我從來就沒有參加過 男人在這個時代是重要的 我們的世代 如果可以建立強而有力的男人的話 就會有經濟奇蹟 就會翻轉世代 男人會願意為了比自己更龐大的理念 跟意義而犧牲 聖經裡面充滿著願意面對危險 威脅 迫害 勇敢的男人 但是現在的基督徒的男人 絕大多數都是聊天 談心抱抱的男人 我個人認為 如果教會要建造男人的話 就不只是要討論 耶穌的順福 大衛跪在地上哭泣 耶利米一直叫人放棄 等神出手就好了 好像男人要變得越來越軟弱 然後女人都一定要跟哈拿一樣 永遠不放棄 跟以絲鐵一樣 要有勇氣去做正確的事情 或許可以多討論一些 耶穌多麼勇敢的 面對世界的迫害 跟聖殿的迫害 耶穌在他要知道自己要死 還說我們就去耶路撒冷 這樣子的氣魄 耶穌絕對不妥協 耶穌身體有多壯 被打成這個樣子 才可以背得起 這麼大的一個十字架 大衛 約書亞 基甸 三孫 這麼多英勇的 為了保護神的律法 可以犧牲自己 還有什麼耶利米多有原則 神說什麼就是什麼 然後彈儀裡多麼有勇氣 在世界被一個獨裁者掌控的情況下 他不退縮就是不退縮 聖經對於男人的期許 有非常非常的大 扛著黃金打造的約櫃 要繞耶利哥成七天的 是什麼樣的體魄 才可以做到的 尼西米那些男人 那些勇士蓋著城牆 手裡還要拿著刀 隨時準備打仗 寶慧家園 積電的三百勇士是多麼的堅定 幾萬個人在前面拿著火把 跟耗酒就衝出去了 為了要神的榮耀去打仗 或許 教會就能幫助更多的男人 讓男人更有信念 更有方向 教會有心理跟生理都強壯的男人 就可以抵抗世界 教會的男人如果沒有任何的原則 什麼東西都是左臉跟右臉都給人打 然後在這邊說持武器 保護家庭 保家衛國 不是 不是絕對的聖經真理喔 結果會怎樣 女人會找不到對象 也很難得到快樂 教會的男人會越來越少 不過當然 這只是我看到這篇文章之後 做出來的總結 大家對於這個世代的男人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